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我們請來本台的醫學顧問 蔡惠宏醫生為大家講解 蔡醫生你好 蔡醫生你好 今次致命的肺炎鏈球菌叫做血清三型 其實肺炎鏈球菌有多少種 這種血清三型毒性是否最高 其實肺炎鏈球菌是一個家族 大約有九十多種不同的分支 所謂的血清三型 只不過是一個實驗室裡面的技術的名稱 這個家族裡面主要是引致肺炎的 最主要的細菌感染 其實幼童感染了肺炎鏈球菌之後 可以出現什麼的併發症 為什麼說嚴重到會死亡 一般來說它的肺炎就影響肺的功能 如果它是嚴重或者是誤診 或者是遲了下藥的話 可能引發的併發症 就是比如說呼吸會衰竭 甚至產生一些毒素 影響過腎的功能 敗血等情況 所以病發症出現的期間 死亡率會增加 所以這兩個個案 我相信都是很不幸的 令到小孩死亡 但是並不代表你一感染了 你一定會是這麼嚴重 如果你一確診之後 對症下藥 一樣是可以醫治好的 最近死亡個案的小孩 其實都是有些幼童 其實是否因為他們的免疫力比較弱 另外其實肺炎鏈球菌 還有沒有哪些高危的感染群組呢 老實說 小孩的免疫系統是未完全成熟 所以他們的感染之後 出現的問題可能病發症會多些 但是有些高危的 譬如他本身又有烤喘底 或者他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又或者是某一些 譬如藥志 糖氏中合症 身體的健康都本身不是那麼好 感染了之後出現病發症的機會就大了 死亡率也會高一些 小孩從什麼途徑感染到這隻細菌呢 其實感染途徑都是上呼吸道 飛沫等 所以有雙風咳的情況之下 戴上口罩就減少傳播出去的機會 但是這隻細菌感染了之後 出現的症狀 早期來說雙風咳 但是如果你發現有發燒 甚至小孩的呼吸頻率急速了 這些都是症狀你是需要警惕的 早點找醫生去斷症 現在醫生也會比較上 會對這種情況會更加關注 早點不知道 譬如有需要的話照肺 或者留些痰去驗一下 證明是不是這些肺炎領求菌 還有它有沒有抗藥性 因為現在抗藥性的問題都是很大 會令到治療擔誤了 目前都有一些疫苗可以預防到 其實一般要打多少針呢 我們坊間都會聽到7 架 10 架 13 架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肺炎領求菌針都是這十幾年才開始游 它的演變7 架 10 架 13 架 只不過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即是它是覆蓋7 架 這個分枝 10 架這個分枝 13 架這個分枝 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但是這個針打了之後 都不是百分之百 會產生到保護性的體抗力 所以有部份打了針 上次打了13架 都一樣可以感染到這隻血清三明的菌 所以最主要都是要注意 就是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 要知道出現了訊號的時候 早點看醫生 還有一般衛生的常識 即是預防疾病 是比較上 只是依賴打這個防疫針更加好 政府在2011年底 才為1歲以下的小朋友 接種13架的肺炎鏈球菌針 其實如果之前那班小朋友 是接種7、10架疫苗的 不需要補打一針13架疫苗呢 我個人的意見看法 可能和一些專家不同 但是我覺得 既然是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出現了 有新的針 是可以增加多少的保護性的話 又未嘗不可 所以如果你以前的小朋友 只是打過7、10架 你現在想它增加了 這個13架的保護 是2歲以上只需要打一針而已 一般來說 現在衛生署供應的都是 是13架的 一般來說 由出生開始計算是打4針 2個月、4個月、6個月、12個月 那就完結了一個療程 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 已經是超過2歲 你現在補打的只需要打1針而已 而且補打的情況 也沒有一個迫切性 你一定要下個星期就要打了它 否則下個星期那些菌就會殺到 並不是這樣的情況 醫生 你作為家庭科的專科醫生 近日是否多了很多家長查詢補打疫苗 我呼籲家長千萬不要恐慌 正如我剛才說 第一 你不是一定要在下個星期限期之內 一定要跟小朋友打了它 一個月後 打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種不是一種疫症 說一大批人會感染到 接著傳染出去 其實一年365天 你都有機會可以感染肺炎鏈球菌 所以你的小朋友 假如需要補打針的話 不需要急 和醫生預約 如果認為真的需要打的話 醫生訂了藥之後 就安排時間和小朋友打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剛才也有說過 疫苗未必是百分百可以保護到的 小朋友在生活上 有什麼需要注意 去增強自己的防禦力呢 其實一般來說 小朋友飲食正常 睡覺睡得好 還有教一下他個人衛生 有咳嗽 有帶紙巾 手巾 洗手 這些個人的衛生 基本上是可以令到小朋友減少感染 學校方面也會注意 這方面 讓小朋友如果有病發燒 就不要上學 就不會傳染開去 所以基本上 不只是依賴打個防疫針那麼簡單 家長多點觀察小朋友有沒有初期症狀的出現 尤其是有發燒 呼吸急速的時候 早點帶他去看醫生 醫生現在也會對這種情況 特別會提高境界 那就麻煩蔡醫生 跟我們的講解 節目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黃金山